精彩生活尽在城市 组织之一 7月16日起 在美临美术馆 举办90周年特展 21日举办开幕记者会 展出油画 胶彩 墨彩 雕塑 水彩 版画等多种创作 呈现台湾艺术多样性 台阳美术协会 以推动国内外艺术交流 及提倡艺术创作文明 创始会员有陈成波 杨三郎 李美术 廖继春 李时桥 陈青坟 盐水龙等艺术家 还有日人艺术家 李时铁臣 是推动台湾艺术发展的重要力量 90年来 协会不断培育新一代艺术家 以各类展览和研讨会 促进艺术交流 桃园艺术新闻 2024桃园国月节 乐卫央7月22日登场 每日新音乐家参演盛夏国月 响宴桃园市长张善政 16日上午前往中立艺术馆 出席桃园国月节 乐卫央记者会 张市长表示 桃园国月节已迈入第11届 网授好评 已然成为全国性音乐活动 经113年桃园国月节 将于7月22日以乐为央为题 热闹展开 邀台湾 日本 新加坡 美国等各地音乐家 集团队齐聚桃园 以中西合璧方式 激荡出精彩乐章 欢迎爱好国月者 到访桃园 享受盛夏国月饗宴 台中艺术新闻 AI打造雾日童话秘境 科技跨异特展太平登场 让想象超越现实 体验AI打造的在地童话奇境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20日 在屯区艺文中心举办 异想奇境科技跨异特展开幕式 由文化局专门委员 盘美军代表出席 展览以科技 亲子与在地为概念 透过扩增实境 互动装置及AI生成等技术 并结合原创 乌日剧本与绘本插画 开启艺术与科技对话的 无限想象 台南艺术新闻 2024夏制艺术节 移动剧场再会了 黄昏发的尾班车 2.0挑战观众变化车厢 穿越时空2024夏制艺术节 移动剧场 7月20日至21日 由台南杰出团队之新首奖的 基石腾舞蹈剧场 重现去年热烈回响的 再会了 黄昏发的尾班车 今年推出2.0版 增加车站大踢乐手 及新角色丰富演出内容 该剧除了挑战舞者们 与行进的列车上展现肢体平衡位 更挑战观众 在行进中的车厢内自由移动 经历三段难管系 日本童谣与珍珠奶茶 穿越时空的火车轻旅行 是国内少见 且独具特色的移动沉浸式的冠具体验 两场票券均已完授 基隆艺术新闻 银海 基隆 Indigo2024年基隆百号油画特展 盛大开幕基隆美术馆 今年4月开馆 首档大展 魏继持受到热烈回响 紧接着基隆市文化观光局首都与中华民国油画学会合作 推出银海 基隆 Indigo2024年基隆百号油画特展 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画家 共同呈现精彩绝伦的画作 即日起至8月25日在美术馆一楼101 102展览室展出 这次银海基隆 Indigo百号油画特展 精选了37幅精彩绝伦的油画作品 阵容坚强 国内少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展览还包括我们多才多艺的副市长邱佩林的作品 为展览增色不少 主持艺术新闻 台日玻璃艺术交流 在普新片 田中英术玻璃中的浪漫宇宙展览 竹市波公馆 隆重登场 日本拥有玻璃媒材最高垂质技术力的造型艺术家田中英术来台展出 19日玻璃中的浪漫宇宙田中英术玻璃造型艺术展 于新竹市玻璃工艺博物馆隆重登场 由艺术家田中英术与新竹市副市长邱晨远亲自剪彩 为此次展览揭开序幕 展期自即日起至11月3日 以浪漫宇宙和美丽的大自然为创作主题 展出田中英术与创作团队武士余剑作品 不仅汇集30年来的艺术创作精华 更是台湾与日本艺术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本节目由莫雅香艺术网独家冠名赞助 感谢各位的观赏 我们下次CLN城市生活报 台湾各城市艺术新闻 期望与您再见